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学习修持法 先看看这个句子 亲言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轻隆也 亲小人,远言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退也 以上的文字用了什么修持法呢? 是对比的 什么是对比呢? 用上面的例子讲 对比就是指两种或者以上的事物进行比较 令到清楚显示它相反或者矛盾的性质 在上述的例子里面 诸葛亮将先汉和后汉的兴亡得失作为对比 亲言臣,远小人,所以先汉兴隆 亲小人,远言臣,所以后汉就倾退 作者是希望透过这个强烈的对比 将国家兴亡的道理清楚显示出来 即以劝道熟汉后主思政的时候 应该亲言远令,以免亡国之和 亦都好似《庄暴见孟子章》里面的两段文字 《金黄古岳于此》 百姓文皇中古之声,管药之音,举疾首束压而相告药 吾皇之好恶甚,扶何使我致于此极也 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金黄古岳于此》 百姓文皇中古之声,管药之音,举恩恩言有起色而相告药 吾皇恕己无疾病语,何以能古岳也 两段文字都是描述《陈黄古岳》的时候 百姓的反应各有什么不同 第一段里面,百姓的表情是疾首、头痛、束压 表现出痛苦、憎恨的感情 第二段,百姓的表情是举恩恩言有起色 表示全部都很欢喜,面露快乐的神色 可以见到百姓前后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 作者是借此表达君主推行人正,与民同乐 才可以得到人民拥大的主张 我们运用对比可以带来什么的艺术效果呢? 运用对比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或者道理的对错 给人鲜明的印象,可以加强文章的感染力 事实上,不少精经的句子都是使用对比的 例如,指约,致是人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 孔子用两种不相反的态度来突出致是人人的高尚情操 无求生以害人,不贪生怕死,损害人得 有杀身以成人,遇到患难的时候 会牺牲性命,来到承传人得 正因为用了对比,令到道理令到人家深刻印象 成为了影响心愿的格言,根据 由于,事故财罪则文散,财散则文散 作者是用了对比手法 财罪,文散,财散,文散 从中表达了什么道理呢? 君主如果只是知道罪念钱财 就会大失文心,人文离散 相反,君主将钱财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就会得到文心 在小说里面,作者也会塑造性格相反的人物形象 造成矛盾冲突,令到读者印象深刻 例如《三角演义》里面的关羽是以中意见清 书里面的哪一个人物的性格 与他形成强烈的对比呢? 是曹操,他的性格奸诈 与关羽形成对比 由于他们的形象对比鲜明 凡是三角演义的读者 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好,那我们试下做两题练习吧 看下个参考答案 看下个参考答案